好,这个全中运因为疫情是延后办理 那么清廷禁忌因为提前比赛已经是完赛了 前天快筛查出了一名选手确诊 原本将举行的龙州比赛紧急喊咖 将是后续同住者筛检 结果在决定赛事是否要持续来办理 那么环保人员也立即在鲤鱼潭清洁消毒 龙州赛停赛花莲鲤鱼潭紧急进行场地清销以及疫调作业 疑似确诊者密切接触者包括同伴店住宿以及共餐相关人员进行快筛 因为配合全中运水上运动竞赛的相关赛程 鲤鱼潭商圈业者在4月10号即停止营业到20号 幸好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没有确诊者的足迹 这个全中运在我们鲤鱼潭来比赛这个清廷跟龙州的赛程 其中有一位选手他有感染到这个疫情 可是我去了解之后 那个选手他没有来到鲤鱼潭 就在那个比赛的场地那边在走动而已 所以这个整个鲤鱼潭这边的这个是没有 疫情是没有受影响的 玩家也是停止营业的 餐厅是可以照常营业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做了消毒 而这名选手尽快筛 以及核酸检测皆为阳性确诊 而这名选手是由学校安排 住在鲤鱼潭的玉山神学院 共有210名对职员入住 目前全部安排筛检等待结果 同时相关的水上运动竞赛也已经决定停止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